今天在这里演出的是什么人 居然来了这么多有头有脸的人物 说起这位演出的人那可就厉害了 飞雪哥从月初就开始预定席位了 只有出价前五十位的才能有幸今晚坐在里边 而且光有钱但身份不够也是进不了门的 坐在这里的不是贵族就是大夫将军 要么就是富甲一方的巨商 这些老爷们看一场的花费 够普通人家逍遥好几年的了 我的妈呀 没想到我们大人居然肯花那么多钱 平常他给我们打赏的钱都有一枚一枚的水 你是什么东西 你敢跟大人们相提并论 那个玉石做的舞台好漂亮啊 这个就是飞雪玉花台 飞雪玉花台 这么好听的名字 看傻了吧 这可是飞雪鸽的镇门之宝啊 一个舞鸡居然会有那么大的牌照 舞鸡 七国的乐舞都是跟赵国学的 而这位雪鸡是赵国最拔尖的 英国所有的舞鸡加起来也挤不上他一个人 都挤不上他一个人 他到底是谁啊 哎呀 你干嘛又打我 说了半天你都不知道我在说谁